歡迎收看有熊老師陪你教數學 那我們在這一集要來介紹 就是我們上一集我們提到 平面坐標上面如果有一條直線的話 那它其實這條直線呢 它等於是一種條件 這個直線上面無數的點 的這個數對 就是它的x和它的y 都會符合這個條件 所以如果有一個點ab 在直線2x-y加3等於0上面的話呢 大家都在這個筆記本上面畫這個圖 2x-y加3等於0我們把y移向到對面就是y等於2x加3 那這樣子它這條線會通過這個 03和15這兩點拉出這條直線之後上面有一點ab ab不一定在這裡啦也可以在這裡 就是隨便的一點ab 那這樣子呢它代表什麼意思 把這個中文寫在下面 平面坐標上面如果有一條直線l 它是2x-y加3 那ab是l上的一點 這句話也就是說 這個l會過 點ab 這兩句話的意思是一樣的 那這樣子它的意思就是這個 l上面 l上面的任意點 包括ab這兩點 帶進去 x等於a y等於b 帶進去都會使得 y等於2x加3 會使他 這個等號會成立 l上面任何一點 x1 y1 帶進去這個式子都會使等號成立 所以說呢如果我們把a跟b帶進去 將這個點在這條直線上面它所表達的意思就是 ab 代入 l 2x-y加3 等於0 後 你可以推論出來 2a -b加3 就會等於0 也就是說它告訴你有一條直線是2x-y加3 然後ab是它的一點 其實它就是要告訴你 2a-b加3等於0 那 這一句話的意思就是這一句話 可以嗎 所以我們要了解到這個平面 平面坐標上面 一條直線它本身是一條方程式 這條直線上面每一個點帶入這個方程式都會成立 所以如果它特別告訴你某個點 會在這條直線上的話就是在告訴你這個點帶進去可以使它成立 於是呢我們就衍生出了我們 這個單元的一個 重點就是要如何透過 以知的兩個點來找出這條直線方程式 那我們在前一集的課程裡面有講到兩點會決定一條直線 所以如果你已經知道 這個 有一條方程式 它可以在 平面坐標軸上面 畫成一條直線 而這條直線會通過 通過二三 也會通過四一 我們根本就可以把這條線畫出來了 就是 這一條 好 對不對 好 那這樣子的話呢 我要如何知道這條線到底方程式是多少 那兩點要求到一條方程式呢 要怎麼 要怎麼去做 課本比較傾向的做法 我們可以這樣想 一個方程式其實有三個數字 幾x加幾y會等於多少嗎 那但是這樣子呢 你這三個數字都要找出來 其實不需要 為什麼呢 因為一條方程式它的整條方程式我們可以同除多少 對不對 通過這個動作我們可以強制把這個c變成1 就是假如你是比如說這個 2x加3y等於2 我就同除2你就得到x加1.5y y等於1 對不對 我強制把這邊變成1的時候 那你不知道的東西其實只剩兩個 所以你可以這三個東西挑一個把它變成1 所以其實一條 二元一次方程式我們會不知道的係數有兩個 那課本最普遍使用的就是這個 a x加by y等於a x加b 我們後面會 放一些重點來去介紹這個做法 那所以過兩點找出這條直線方程式它的一個做法就是 設 y等於a x加b 這樣子 就是說 這條直線方程式 它 假如說可以寫成這樣子 那我們剛講過 這條方程式的圖形會過這兩點 代表這兩點的xy值代進去等號要成立 所以 3其實會等於a乘2加b 而且 1也會等於4乘4加b 這個 代進去要會成立 而且這個 代進去也要會成立 而且本身就使得他們連立了 那就解2元一次方程式 所以解的是這個ab這兩個係數到底會是多少 你會發現呢 這個 這一次減這一次 我把 這個a乘2寫成2a 這樣子看起來比較好 比較 第2次減第1次所以b就消掉了 所以其實2a等於-2 a等於-1 a等於-1的話呢 那3等於-3加多少b等於5 所以這一條方程式是 y等於 -x加5 可以嗎 這樣子 那其實我們要求到一條 方程式 一條直線的方程式有幾個做法 那我們在這裡提到課本最常用的射x的方法是y等於x加b然後兩點代入 可是其實還有別的方法也可以射有的時候甚至更好算 那補充給大家不是要讓大家就是覺得好像懂了一些別人不懂的東西 而是說呢 讓我們對於這個平面坐標的關聯有更豐富的了解 那 還有一些這個射法其實是很實際的 這個y等於ax加b 帶兩點代入當然是一個方法把這個抄在筆記本上面 這是射方程式的方法 那 另外還有什麼方法呢 如果你可以取得 這個就是我們前面講到兩個節點 0a 這個x是0 其實這個點在y軸上 比如說他角是03 這樣子 那 b0這個點其實是在x軸上 比如說他角是20 這樣 如果他會過這兩點 那麼這條方程式 這條直線他的方程式到底應該要寫成什麼呢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 我們在上一集來這個透過 圖形 透過方程式來畫點的時候我有提到 你會發現他的這個變動 有一個 比例的關係 那 我們那個時候就有說怎麼找這兩點 我們那個時候是把方程式的係數放 交叉放 所以現在也是一樣 他會過03 然後過20 y等於3的時候x是0 x是2的時候y是0 所以我們說呢 這條線呢 我把x的係數放3 y的係數放2 這樣子 正2 所以就是加的 如果是 他是在負的 如果x這個是在負2這邊的話 這裡就是-2 x係數放這一個 y的係數放 x的這個節點的值 那這樣子放出來之後 你就會發現他們兩個 3x加2y 其實 在這兩點帶進去都會是 6 所以如果你會過兩點一點是這個0A一點是B0的話呢 就把他設成是 我們一般都寫 一般都把x的結局設成是A啦所以 調一下 如果會過的是 A0和0B的話 這樣子 x的節 x的節點是A y的節點是B的話 那我們就把這個方程式寫成是 Bx加 Ay 等於 A乘 B 所以如果你可以抓到這兩點 抓到這兩個節點的話 那你就知道說 x乘3跟y乘2的時候 剛好都會是 這就是這條線了 那可能 學生會好奇說 你怎麼可以透過這兩點就知道 這條線一定就是這樣子 那 就是我們一開始就講 因為兩點就決定一條線 所以如果這兩點 帶進去這一條方程式都會符合 代表這一條線上面 所有的點帶進去這條方程式就都會成立 因為兩個點會決定一條直線 所以其實你的這一題 你們寫作業的時候 這一題 其實有四個答案 正式 可以嗎 下一題 塵上 求AO 那我們前面有稍微講過 但是這題如果你不會沒有關係 不過我們就再看一次 O點 其實就指圓點 那麼這個 AO會是多長呢 這邊是5 這邊是12 那這條斜線的長度就是用直角三角形 上高定理或者說必是定理來求 所以這個 兩股平方合是斜邊平方 5平方加12平方 你會發現它是 169 剛好是13平方 所以這條斜邊就是13 那這一題 你說我有四個點 所以我答案會不會有四個 不會 因為 題目就已經講了 他到X軸的距離是5 到Y軸的距離是12 所以這四個點的這個兩股都是5跟12 對不對 所以這四個點 求出來的AO都是 13 這是這一題 下一題 他要求 三角形ABO 如果B是-120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三角形ABO的面積會是多少呢 因為你的A點有四個嘛 對不對 A 這個 A 這個 A A 還有一個橘的 我的顏色真多 A 好 因為你的A點有四個 所以其實你的這個三角形ABO也有四個 可是呢 當你會發現 當你以BO為底 我們都會挑這個水平或垂直的當底 所以我們挑BO來當底 當你以BO為底的時候 比如說你去求這個 三角形 A OB 紅A 紅A跟OB的這個三角形 我著色的這個 那你以BO為底 底是12他的高是多少 其實是5 對不對 如果你是挑藍的這個A 那你以BO為底的時候 他就是這個 只要三角形 對不對 他的高也是5 你如果挑綠的這個A他的高也是5 對不對 如果你挑橘的這個A呢 那他的高 還是5 他會長 這樣嗎 所以不管你挑這四個A哪一個 你去求出來的面積都會是 12乘以5除2 這樣是30 所以這個就是這一體 所以其實這個答案有四個 但是這個兩個的答案都是只有一個 然後再來看一下上一次的作業 這個如果A乘B大於0代表的是 你還記得嗎 A乘B大於0 AB同號 也就是說 A如果是正的 B就要是正的 A如果是負的 B就要是負的 結果A加 B是小於0的 小於0就是負的 所以其實A是負的 B也是負的 回答這幾點在第幾項線 那A是負的 所以2A是負的 然後這個b分之a 是負分之負會負負的正 所以x是負的 Y是正的在第二項線 兩個都是負的 所以乘起來是負的 除以2還是負的 A是負的平方完是正的 再掛一個負號 所以這個也是負的 他在第3項線 B是負的 所以負B是正的 絕對值A也會是正的 這個是第1項線 第二題 所以你看 這個邏輯 是這樣子 如果你沒有跟上 按暫停 想一想 A乘B A加B在第3項線 他要告訴你的就是 這個A乘B小於0 而且A加B小於0 然後呢 A減B 然後3 在第2項線 所以 A減B其實 也小於0 對不對 第二項線的x 小於0 所以 A乘B小於0 兩個 A加B小於0 所以負的比較多 所以其實 畫在數線上應該像這樣 就是 A是負比較多 B是正的 B正比較少 那回答下列問題 所以絕對值A減絕對值B 因為A的距離 A負比較多 所以 絕對值A比絕對值B大 所以減出來還是正的 那這個相乘再取絕對值 最後取的絕對值一定是正的 A乘B平方 A是負的 那B平方是正的 所以乘起來是負的 B乘A平方 A是負的 平方完是正的 再乘正的 再乘負號是 負的 可以嗎 所以這個在第1項線 這個在第3項線 這就是我們這次的作業 這個 可以 設這個Y等於AX加B 然後兩點帶進去 先把基礎的練習好了之後呢 我們後面會再來練習 我們剛才講這個 如果 X加1Y會加多少的 這一種想法 好 今天是到這裡 好 今天是到這裡